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拜登又摔跤了 而且他摔跤的场合 他是去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 那他就讲到了中国大陆 就说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或对抗 但我们已经为了激烈的竞争 做好了准备 那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价值观 然后谈完之后准备要下台的时候 就是这个场面跌到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 就是这个样子 拜登真的是一个踉跌的蛮重的 这不像是之前搭乘空军一号的时候 在这个楼梯半倒一下 不像是强风吹 他下飞机那个是风吹的 我以为刚刚这个风这么强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对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很结棍的这样摔了一下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摔了一下 就是可能后续竟然回到这个美国之后 又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他又撞到头了 就搭直升机回华盛顿的时候 他准备下飞机的时候 头又撞到了这个直升机的舱门 当然就是这个状况 接二连三的发生 那大家就很关心说 是不是健康有一些问题 那问到了白宫 白宫的这个联络室主任就讲说 他很好 当他握手的时候 因为这个讲台 他说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沙袋 那如果真的是沙袋半岛的话 这的确这个主办单位 应该要更加留意 因为毕竟讲者 你可能在看台下的时候 不太会注意脚步 如果是这样子让他摔一跤的话 我觉得这个主办单位 应该也要追究一下责任 那人家也去问了一下川普 川普就说 祝拜登一切都好 然后还跟记者们说 叫他小心一点 这可不是好事 的确就是老人家 如果80岁还这样子摔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照顾老人家的经验 就知道说 这样子其实老人家 最好是安安稳稳的 只要摔一次 可能都会影响到 这个健康非常严重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相会开幕 中国大陆先画了红线 香格里拉的会谈 大陆的这个房长 新任房长 李尚福跟新加坡的 这个房长会晤 他也在谈到了台湾问题 先画下红线 强调三个掘布 他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在台湾的问题的坚定立场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提 但是这三个绝部是什么呢 绝不允许民进党 狭阳谋独 绝不允许外部势力 以台制华 也绝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所以他这样的一番谈话 也在中国大陆的几大官媒 我们看到包含了央视环球网 还有人民政协 甚至在这个今日头条都冲上了这个热点的榜首 他这番话就是呼应了之前所讲的 中美关系要先扣好第一颗纽扣 可是美国是不是没有感受到 这个中国大陆划红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因为现在你看到 在这样香格里拉的会议进行的同时 美国也跟日本菲律宾 从6月1号开始在进行三边的海上演习 那他们这个其实是三国首次举行这一类的演习 这次的演习包含了美日倡议 那澳洲是作为观察员来加入 不仅有这个反海道的模拟 还有包含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拦截的一些演习 就是在这个相会期间大搞演习嘛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中美双方这个剑拔弩张 所以因此你说这个双方的防长形同末路 其实也不意外 我们看这个6月2号这登场 现在看起来中美紧张阴影笼罩啊 这个双方的防长形同末路 这是港媒的一个形容 那奥斯汀讲说中方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不见面这样的决定 他说令人遗憾 但是欢迎与中方会晤的任何机会 中国对美国以及其盟友的飞机进行挑衅拦截 果然我们昨天还在讲说 这个RCE35的这个事件 可能就会在相会上面提 他就立刻提到 他说非常令人担忧 很担心有一天可能会擦枪走火 那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国防部的发言人 谭克菲就讲说 这对话不能没原则 这沟通也不能没底线 那美方你要实际行动展示你的诚意啊 纠正错误为双方沟通交流 创造必要的条件跟应有的氛围 所以双方都讲得非常的呛 那现在这个澳洲算是主办国嘛 那他就出来这个打圆场 他就说在相会开幕式上面做发言 那他就是这个主题叫做 呼吁印太国家不要卷入中美大国竞争剧烈的漩涡 那我们看看环球社评 他讲说美军如果你真的想交流 也就是美方啦 你想要交流 你一定要先好好听听中国防长的演讲 因为呢 其实网界的这些相会 都是美国跳出来唱主角给相会定调 那美国带着小兄弟一边推销着 已被证明具有破坏性的安全战略 另一方面呢 来指责抹黑被他当成敌人的国家 那近年主要就是针对中国 这样的相会的火药味很浓 甚至给中国豪门厌的感觉啊 美国方面指控说中国大陆这个战斗机架驶表现不专业 其实我看这个片子看了很多遍 我觉得他那个做法真的高度技巧 他那个尾翼 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喷气口对准这个RC-135的时候 RC突然震了一下 震动蛮大的 也就是他用尾翼来骚扰他 那你要晓得这两架飞机都可以开到净超音速 那战斗机更快 速度这么快 空间那么大 他可以把他的那个尾翼 就是说他的引擎的尾巴 可以正对得到你的这个战斗 我觉得是技巧非常的高 那当然威胁性说是120公尺 在空中上120公尺 你是时速将近800到1000公里一小时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认为是很专业的做法 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说是这个战斗机飞行员 自己制作主张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是应该好 上级已经同意叫他这样做 用这个尾翼 给他点教训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行为 事实上这样转变当中 那美国事实上 这种影片这种播出来 其实我觉得播多了对美国并不有利 因为上一次美国被人家弄的是 他那个无人机 被那个也是人家不专业的作风 可是人家在高速中居然可以把油 把你的那个无人机 就那么准撒得你一头油 然后让你这个无人机最后坠毁 这个美国这个霸权 他自己要自己要衡量 不要再被人家这样子一直挑衅 自己拿出来 我觉得美军的判断现在有问题 判断相当有问题 做这种是暴露自己的弱点 你能怎么办呢 对中国大陆过去不这样做 我现在就用改变行为的方式 来逼迫你改变行为 而且呢 这一次我认为 李尚福不跟美国见面 也是一种行为改变 行为改变来应付美国的行为 所以美国可能今后面临的中国大陆 跟他在军事上的互动 会发觉中国大陆有很多军事的改变 我们刚讲美军那个美军的军演 这个跟把菲律宁拉出来 这个月初 六月五月初的上个月初的时候 中国大陆跟新加坡海军联合那些军演 这近年来最大规模一次 最近在搞六国军演 这六国里面除了中国大陆 另外五国通通是东协国家 也在开始搞军演 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可能会感觉到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说说法改变 是做法改变 那我觉得就是用实力相互来对抗 那你美国你要考量 你是要继续升高呢 还是怎么样 还是让他擦枪走火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叫什么 叫极限思维了 不是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就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推到那个极限 让你去抉择 你要怎么做 由你自己看着办 所以这个情势变得非常的快 我觉得在这个情势当中 像这个谁 爱班尼斯 讲话讲得很对 大家自己小心点 不长眼的 就可能被卷入到这场冲突里面 现在我觉得最没有长眼睛的就是有一位姓蔡的一位大小姐 要小心了 这双克是谁 一个是库克 一个是马斯克 他们带起了两波这个企业的访华热潮 三月底的时候是库克 那当时这个库克的访问去见了王文涛 也见了李强 然后他讲说过去30年 苹果跟中国大陆都是共同成长一个共生的关系 那所以其实你看看苹果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中国应该是说中国是苹果的第三大市场 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而且很多分析师看好说 苹果在大陆这边的需求强谈 可能会让这个整个苹果的股价再涨24% 所以那当然库克要赶紧去到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展现他亲和的一面 那一波的这个宣传呢 其实这个宣传效果非常的好 各大媒体也都有相关的报道 那后来马斯克看到了 我们刚刚讲这个苹果是市值第一 现在世界市值第一 全球的首富呢 两个第一通通都到了 全球首富 这个马斯克最近也是因为这个股价强谈 所以他又坐回了这个全球首富的位置 他讲的是什么呢 中美是连体因反对经济脱钩 而在他之后呢 现在辉瑞 不是辉瑞 辉达 辉达也要去了 辉瑞是上回去的 都是回都要去 那所以我们看看他这一次呢 因为人家讲说 哦他去到中国大陆展现出来 好像跟中国大陆的这边的关系非常良好 中国大陆也非常的领域他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看到之后就敲劲 就是去买 看好他这个Tesla的股票 然后因此呢 他的股票就强涨了4%左右 今年以来就不断的往上攀升了 也把他再度拱回了这个首富的位置 那因为主要他的资产 大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Tesla的股票 所以这个股价一涨 他的这个身价也跟着涨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特斯拉马斯克的旋风44小时 就很多中国大陆的媒体啊 也都有相关的报道啊 还有看到他去到这个上海的超级工厂之外呢 还后来又见了这个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宁跟他会晤就说啊 欢迎在上海这边来加大投资 另外他也见了丁薛祥哦 就是中国拉高了这个接待的层级 所以整个网路大聚集啊 包含了像是很多这个中国大陆一些网路代表的一些企业 也都有跟他相关的见面哦 那我们看看这个路透社讲 这个丁薛祥哦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排名第六 也被视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幕僚长 所以这样的一个会面哦 就是别具意义 那Tesla的话 就是这马斯克其实在Twitter上面 蛮低调的哦 可能这一次的访谈里面哦 他没有曝露太多讯息给美国 可能避免在美国那边 又有人要讲说啊 你就是亲中啊什么的 所以他是算是低调的访问 那再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现在访华变成了一个热潮哦 这个福斯新闻讲说 现在是不是对美国构成了风险哦 看到这个马斯克的访华 果然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坐不住了 这2024年美国共和堂的初选的 其中一位候选人哦 他就讲说马斯克啊 这样会见中国的外长深感担忧哦 当中方利用知名的商业领袖 作为傀儡的时候 这对于美国就构成了风险 也难怪为什么 这个马斯克在Twitter上面 就很少发文嘛 避免这些有意要 就是穿着附会的人 可能又要开始在这边 哦又要盖上红帽子 那我们看看 华春莹的讲法 他说啊 他奉刺美国对陆去风险化 小溪孤立长江黄河 终江干枯啊 那他就是对比啊 他说哎这个是你们的敌意市场吗 你们口中的敌意市场 是这样子 促涌着马斯克哦 那你们的开放市场 是怎么样对着这个周受资啊 你们自己是怎么样 然后这样子 这个什么工厅会哦 到底哪个市场才对于国外 外国的企业构成威胁呢 那毛宁也提到了 他说这个布林肯哦 称对华聚焦去风险哦 毛宁讲说这个中国是 呃机遇而不是风险哦 所以应该要先搞清楚 你们这个风险定义到底是什么嘛 所以现在看到了 灰达也要去啦 然后呢 这个路易威登呢 就是LV的CEO 因为最近才被马斯克给超过嘛 然后据说他现在LV 在大陆的销售量大跌 所以他的股价也跟着跌了 接下来他也要赶快跟着去了 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大概40多年 那个没有人能够否认 这是人类历史 发展上一大奇迹 就在经济发展 各社会发展 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的成就 这么短一个时间 真是一大奇迹 真是 我觉得美国各国的学者 尤其第三世界国家 他寻求国家的发展的时候 这个案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案例 如果能够虚心学习的话 很多国家可以解决 自己面临的困境 找到一个国家发展 成长一个好的机会 那我自己看中国大陆过去 40几年的改革开放 基本上就是 它的目标设定非常清楚 就是认定 经济发展 是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安身立命的 最重要的凭借 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风险 任何的阻碍 障碍的时候 都不能放轻易 轻易动摇 经济发展 这个主要的目的 这个目标 然后怎么样达到 经济发展的话 就是所有政治经济 是为 政治机器 是为经济发展而服务的 那拿到经济发展的 就基本上 有一个很重要 改革开放 你看现在这个中美的对话破局 是不是美国其实暗藏了高姿态呢 我们先看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就回应了 就是你布林肯在讲嘛 这个中美之间的定期开放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啊 没有能安排这个美国的防长奥斯丁 跟这个大陆的防长李尚福会晤 令人感到遗憾 可是你看谭克菲的回应 他说当前两军交流面临的困难 责任完全在美方 呼吁美方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现诚意纠正错误 为双方沟通交流 创造必要的条件跟应有的氛围啊 那其实在这一两天我们都看到 这个微博上头 大家都在讨论 其实美方是不是暗藏这种高姿态 因为其实美国的国防部 之前都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们要对应奥斯丁的角色 应该是中央军委排第一的副主席 就是言下之意 好像是觉得说 李尚福你还对不上这个奥斯丁啊 是要这个中央军委排第一的副主席 才叫做对的 所以不愿意给李尚福解除制裁吗 所以很多大陆的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情 说你美方是不是不愿意解除制裁 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头瞧不起吗 还是你们心里头觉得说 这个阶级还没有到吗 那我们谁甩你啊 就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更生气这件事情了 所以美方不解除李尚福的制裁 因此 这个奥斯丁现在这件事情 就看起来反正破局就是破在这儿了嘛 那中国大陆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那五角大厦现在重申了 就奥斯丁部长 对等的对话 这个是2021年那时候 这是美国的报道 所以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哦 就是讲说对等的对话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 那后来在法新社同样也是说 这个应该是要对等的这个角色来做对话 所以美国之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因此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为着这一个歼16空中拦截的事情 双方真的态度上面都觉得 诶是你对方的错 那中国大陆的讲法是你恶人先告状啊 我们看到南部战区的讲法 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 他讲说当日解放军 这海军17舰编队 为在南海进行例行性的训练 那你美军RCE-35的侦察机 是蓄意闯入我训练区域 然后实施侦察干扰 我本来就在这里你过来 我还不能拦截你吗 我还不能让你吃尾流吗 所以他的讲法是说 这个南部战区讲到 美国的军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 还突然改变飞行的姿态 并且向左挤压做出危险接近的动作 严重影响了中方军机的飞行安全 而且美方蓄意误导舆论 颠倒是非颠倒黑白 倒打一把这个妄图混淆国际视听 所以双方最接近的时候 大概只有120米左右 然后解放军中国大陆的官媒 也讲说 这个其实 这个拦截的事件 其实距离海岸线 大概只有50公里 就是美军抵近侦察 最近的距离 大概只有大陆海岸线的 50公里左右 意味着你这个美军侦察机 几乎是贴着大陆的领海线在飞行 所以很多大陆的军事专家 就票出来 在讲说 这个你美军侦察机 如此接近的 这样抵近的活动 其目的不言自明 这个时间点 我军出动战机 进行驱离 完全有必要 而且是合理的 所以原来 这个美国释放出来的消息 我们看不出来 这个位置跟距离 现在中国大陆 有释放出 更进一步的这个消息 的确看起来 好像就如中方所说 如果是这样子贴近来飞 的确会有一些 相对应的回应动作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李尚福跟奥斯丁 他们到这个相会这一边的这个大会 我们来看看这个会城怎么安排 这一次算是李尚福第一次率团去参加会议 那这个6月3号的时候 奥斯丁会先发言 6月4号的时候才是李尚福发言 那奥斯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们的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 然后这是第一场的全体大会 紧接着三场的大会 你看这主题都是怎么样稳定平和亚带地区 解决地区的紧张 然后亚洲不断演变的海上秩序 好像都针对着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的议题 李尚福讲的是 中国的新安全倡议 所以感觉好像中美在发言的诉求 明显的不一样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环球网也讲了 这个美国是遭到 中国战机不专业的拦截 大陆的专家就回应了 这个是你美国的防长在为相会的发言 喂料 你又想要来指责中国大陆 他觉得说你们其实只是要找个话题 好在你前面这四场全体大会的时候 又有话题可以来这样子操作一番 那以前早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看看2022年的6月 那时候加拿大的国防部就说 空军巡逻机跟解放军的军机 发生多次的互动 就是那个比中止的事件 而且指责中国大陆的军机 没有遵守国际航空的安全规范 然后6月11号的时候 奥斯汀就在相会里面发言 就说中国大陆你这个飞机 怎么会这样子有跟其他的 他国的飞机船只相遇 不安全的方式又不专业 所以是不是又是复科去年的这样的套路 又要在这次的相会来操作一番呢 我们来问一下建老师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侦察机 飞到离美国海岸线 只有50公里的话 不晓得美国的战斗机会如何处置 因为是不是会用 我不晓得会不会用比较专业 比较不危险的方式 那这专业 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不 什么叫 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很主观 那中国大陆的说法 就是说美国这种长期来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是非常不友善 那必须要 这种行为必须要改正 所以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殲-16 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一种战斗机 那么它事实上等于是进行拦阻 基本上就是要把美国的那个战斗机 美国的侦察机赶出中国的临近水域 那空域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美国除了就是说表示抗议外 会不会改变它的行为 这很难说 不过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 未开始 美中双方已经剑拔怒章了 那么上一次2022年举行的时候 事实上那时候中国的防长是威凤和 事实上跟奥斯汀室友见面 而且上一次见面 不但原来预定的会谈时间是半个小时 后来延长为一个小时 那么双方对很多问题都发都进行了沟通 那可见去年的情况 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军事关系上 比现在还要好 现在好连建都不建 我觉得就贬成就是说 已经就是说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 你美国人你就放马过来吧 没有必要谈了 你有什么招你就死吧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比较严峻 那6月3号是奥斯汀室他要发表演讲 接下来6月4号发表演讲 那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双方谈的 真正会有这个 插出火花的还是台湾问题 因为如果说奥斯汀室他对美国 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 他又有很强烈的 这种好讲法的话 甚至跟过去的讲法又往前面再 再走一步的话 那我想我觉得 李尚福一定会发出极严重的一种警告的声音 那么警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我现在真的难以想象 因为上一次去年的时候 这个魏凤和 他在同一样三个里拉会议 你看他讲是不是已经讲到 这个台海的问题 他已经已经讲到非常严重 他有三步 我想很多很多我们观众朋友大家都还记得 他讲第一个不惜一战 第二个不计代价 第三个不二之选 他那个三步 去年的时候引起国际社会宣言大波 不惜一战 都国防部长讲的 不计代价 不二之选 所以如果今年 今年如果这个奥斯汀 在6月3号讲话 在台湾问题上 那么中国大会认为有采新红线 那我真的不晓得 李尚福他要怎么回应 会强硬到什么程度 这个马斯克在大陆这一边的访问 一天见了三位部长 包含先见了秦刚之后 又见了王文涛 然后这个工信部长 这个金壮龙 还有中国的冒促会的会长 这个任鸿斌 就是接二连三的一个拜会 还有包含了这个宁德时代的 劳董曾玉群 也有见到面 也谈及了北美共建动力电池厂的 这个相关事宜 然后一直忙到了晚上 凌晨去拜访了特斯拉的上海厂 还有留下了这样的大合照 马不停提 所以你看他讲说 现在他宣布在上海要投资建设 全球的第二家 除能系统的超级工厂 然后根据这个计划 特斯拉也将从宁德时代来采购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 现在其实全球各大企业 也都掀起了反华的热潮 不只是特斯拉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CEO 也都抵达了中国大陆 那马斯克他首先先提到 这个中国跟美国 是不能够这个脱钩锻炼的 是因为这个他们两个市场 就像是连体婴儿一般 所以很多的这个评论都讲说 这个华盛顿应该要好好来思考 你们这些政客啊 要去思考一下马斯克提的话 因为他说中美的利益交融 如同连体硬一样 彼此密切密不可分 那中美的关系 历经困难的当下 其实马斯克说了不少 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心声啊 那华盛顿不能再继续 用这种抗中的态势来处理 可能比方说经贸 或是科技上的往来 那事隔半年呢 这个马斯克又再度重回了 这个世界首富的宝座 也就是说这一次访华 是以世界首富的身份而去 世界首富提供了这样子 不应该锻炼的思考 那另外摩根大通的CEO 也是事隔了四年 访问了中国大陆 彭博社有报道啊 他提到了一句话 他说尽管啊 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摩擦不断 不过大陆和西方的世界 是不会脱钩的 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 但是摩根大通 还是会留在大陆经营 不论顺境逆境 都要留在中国大陆 因为大陆的市场非常的大 就像是我们前几天 听到黄仁勋讲的 这个大陆的市场是无可取代 那难道只有黄仁勋懂吗 所有这些大企业家 也都了解 你看看星巴克新任的CEO 首次访问中国大陆 他就讲 2025年要增加 9000家的这个门市 中国大陆也会变成 一个最大的市场 因为现在光是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人均一年消耗12杯咖啡 其实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数百杯 像日本是200杯 美国是380杯 所以反过来看 中国大陆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潜力 日本的啤酒厂商 啤酒酒商CEO 朝日啤酒 他就讲说 在大陆的销售量 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 所以我们要重返中国 要回到中国这个市场 要来投资更多 再来看看 美国的学者 这个乔姆斯 乔姆斯提到说 中国会成为世界的领袖吗 他说 这不是用一个进行式 是已经式了 因为中国大陆将会成为 这个本世纪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欧洲必须要决定 他是要留在 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 还是要选择中国 因为如果你留在 美国体系当中 可能会接下来 就是走向衰落 那所以因此 很多的欧洲国家 或者是企业 很多就甘之自救 所以很多企业 就这样逐渐的 往中国大陆这边 自行去拜访 那我们看看 马斯克们 3月以来 哪些人去了中国大陆 包含了 苹果的CEO库克 还有美国通用汽车的 董事长 马力伯拉 也将相继的访华 3月下旬的时候 王文涛还密集 会见了像是雀巢 BMW 滨市高通 十多家跨国公司的 这种高管 因为光是我们看看一些商会显示出来的数字 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 有66%的在华美气表示 未来两年会保持增加对华投资 那中国欧盟商会 它的报告是讲说 有将近六成的受访企业说 未来五年都会增加 或是适度增加 显著增加在华的研发支出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市场 有着超过120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 还有14亿多的消费者 变成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 还有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当然现在必须要密集赶快去访华 赶快趁早来布局 马斯克的这个Tesla 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 那你知道这个Tesla 他全球的汽车生产量 电容生产量 有一半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而且他当时在中国建厂的时候 剩下十个月 就把它找地到工厂变质开工 十个月 这全世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能够配合的 所以呢 马斯克事实上他的Tesla 有今天没有中国大陆 那他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的 另外一方中国大陆 除了在生产在制造上 给他很大的一个便利之外 中国大陆也是Tesla 在美国市场以外 全球第一大市场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Tesla没有中国的话 第一个 他一半的生产 不要从哪里生产 第二个 他的第二大销售市场 也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可以说 中国可以没有Tesla Tesla不能没有中国 所以马斯克到了大陆去访问 彭博还写了一篇文章说 中国对马斯克极具 什么样 阿谀奉承之能事 把它当作什么事 这个重要的什么投资者 说错了吧 我觉得正好搞反了 你看这个Tesla 事实少 这个马斯克 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光有一点 那么就可以证明 他如何看中中国大 他说他赞成台湾 作为大陆的特别新政区 你记不记得 就他讲了这句话 他如果不是中国大陆 对他的重要性 他干嘛要讲这句话 而且他现在吓死了 比亚迪都冲上来了 谁要阿谀谁 所以美国人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是很吃味 主要的媒体报道的角度如此之偏颇 那不过就是说 整个来讲 其实我认为Tesla最大的问题 最大对中国的娱乐 倒不是市场 倒不是生产基地 而是他的关键科技 电动车最重要是电池 今天电动车Tesla 除了他自己所谓说 他有一些科技外 他的电动 他的电池不是用比亚迪 就是用宁德时代 所以今天就是说 在电池 这个车用电池方面 中国大陆掌握了关键科技 那所以今天 不管是这个 Tesla也好 甚至欧洲车厂也好 还有前一阵子传出来的福特 都希望中国大陆主要电池厂 到他们那边去投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如果用传统观念上 认为中国大陆都是 靠别人的技术发展 自己经济 我想光是电动车这一点 就已经不是事实了 而是世界的电动车发展 要看中国的电池工业的发展 这个中美双方的国防部长 是不会见面的 所以我们就下了 这样的一个标题 叫做相见 相克里拉的相见不如怀念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 已经明确的拒绝了 不过我还是可以看得到 这个李尚福跟奥斯汀 会分别在大会当中来发表演讲 可是你看 这个华尔街日报竟然 刊登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说 我们美国一直都很努力 这类的会晤 都是到最后一刻才敲定的 还宣称美国为了这一次 确保会晤举行 做了数周 好几个星期的努力 那马上环球网 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媒体 就回击 就说 按照一般外事的这个城市 其实两国的高官会晤 通常是需要工作层 提前做好沟通 所谓的你这个最后一刻 指的是一些细节的敲定而已 也就是说 美国所谓的努力 实际上只是体现在 发给媒体的声明当中 你没有体现在行动当中 就是等于暗奉 你美国只是一直对媒体放话 你并没有真的跟中国大陆 进行这个必要性的沟通 中国大陆已经讲很明白 就是李尚服的制裁 你没有取消掉 很难见面吗 那你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努力到最后一刻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毛宁的讲法 他是说中美两军的对话 面临困难的原因 美方你是很清楚的呀 就是你不要再好像扮演说 我们是受害者 就是大陆不要跟我们见面 这原因清楚得很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不具名的军事专家提到了 当前美方的做法充满自相矛盾 一方面声称 想和中方保持军事上的沟通 为中美关系设置所谓的护栏 可是另一方面 又不断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 美方你这个是典型的 说一套做一套 毫无诚实可言 甚至连中国的驻美大使 大使馆的刘鹏宇 都有讲到说 美国正在寻求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 来打压中国 持续的制裁中国的官员机构跟企业 所以他讲说 任何像这样的交流 有任何诚意和意义 所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对于这一次的沟通 很生气 就是说你美国并没有拿出 相对应的诚意来 你还在对外放话说 你很努力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美双方的空中对峙 就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见面 破局之后 你看美方啊 就是遭到拒绝 就公布说解放军拦截美国军机的画面 那时间是发生在五天前 也就是说五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画面 其实这个画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大陆的这个歼十六 在这个月的二十六号 在南海的国际空域 在这边飞行 那不过对于美军的RC-135侦察机 它就直接切入到它的前方 然后呢 就让这个美国的这个飞机 军机进入到一个相对应的乱流当中 那人家就说 这样子高速的拦截 也有一个专门的讲法 叫做吃尾流 所以美方就觉得很生气啊 你怎么可以进行这样不必要的挑衅呢 所以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就讲说 大陆的歼十六 在南海上空近距离的挑衅 美国的侦察机 这架美军RC-135侦察机 当时在国际空域 进行安全和例行的作业 他强调说 这个是国际空域 我是可以去的 只要国际法允许 美国就可以持续自由负责的 进行飞行航行跟运行 所以解放军这边 现在目前还没有相对应的回应 但是呢 这个吃尾流的这个画面曝光之后 这个很多的大陆的一些网站 比方说像是今日头条跟微博 大家都开始在关注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 我们中国大陆只是做一个正确的回应而已 那再来我们看看 像中美的僵局难破之外呢 其实俄乌战也有升级的趋势 因为又有无人机去袭击 这个俄罗斯莫斯科了 又有八架无人机 这是俄罗斯的国防部所讲出来的这个消息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无人机这样拍摄到 然后袭击到了这个俄罗斯莫斯科的这个居民区 首次遭到这样的袭击 普新非常生气 他说这样的袭击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行为 袭击平民这个目标证实了 基辅你正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俄国的防长就说会做出强硬的回应 那客工甚至定调说这是一个报复行为 所以他们就说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那我们看乌克兰这边的回应是讲 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的顾问 提到说这跟我们乌方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乌克兰的防长也讲说 我们也不需要俄罗斯的土地 我们也不会去攻击你俄罗斯的土地 可是大家还记得嘛 就是在5月24号那时候 也是同样传出了无人机攻击客工的消息 后来美国就讲说这是乌克兰所为啊 就马上甩锅给乌克兰 所以这一回美国恐怕也很不想要参与这件事情 就是现在看起来到底是美国做的 乌克兰做的大家可能都不想承认 或者是说为了这件事情 也都不想得罪俄罗斯吧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 我想就是说美中这个防长对谈 是美国一直提出要求 那美国当然过去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权 他对于其他国家的 他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些对口 有一点说我要找你见面 你还敢不见吗 大概全世界没有国家的这些国防部长 在遭到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点名要求见面的时候 还给予此与避免根的 那美国应该也是觉得 这个职位不好受 那就象征说 你这个霸权在中国大陆的眼光里面 你就是 你就不是霸权 也就是说 我没有那么容易召自己来挥自己去 要不要见 是我自己决定的 那所以就摆成 摆明了传递一个讯息给美方 讯息就是说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有种就放马过来 对啊 我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就不会跟你见面 所以这是很强烈的一个讯息 那我想这对美方来讲 应该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也就是说 人家不怕你了 你怎么办 对吧 过去 你靠你的这个强大军力 强大全是最高的军事预算 你别人对你都要买 低头三分买的 现在碰到一个不买账的 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美国 给美国 这个军事霸权 二次大战争军事 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强硬的讯息 那我们用中国书以来说 就是说 你看着办吧 你有种就放马过来 对 就是这个味道 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也就是说 让世界的各国 要很清楚的了解到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在军事关系上 是非常非常怎么样 对立跟严峻的 中间有很强的矛盾 那这也给第三者 将来要跟美国 美国提出各种的 军事合作的时候 这些第三者会考量说 我跟美国人 做这样军事合作 会不会得罪了中国大陆 如果美中之间的军事关系 是没有矛盾的话 那美国提出来的很多要求 第三国的话 他可能不会考虑掉 中国因素 因为美国给予他 某种的好处 他为什么不拿呢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这也是给相关的 不管是国际组织也好 或者说单一的国家来讲 也释放一个讯息 就是说你们要跟美国做军事合作 你自己要考量一下 我可能的反应 我今天跟美国基本上是 军事上是敌对的 你们这些动作如果是选边的话 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所以我觉得这个军事上 是不开玩笑的 那当然本来在国际上 军事单位搞外交就有点怪 基本上外交就是外交 因为外交是高于国防的 某种程度上 它是整个对外关系的整体考量 那军人就是只有一个职责 准备打仗 对不对 什么两军有什么好交往的 上面的最高领导人说 动手你就不要考虑 你上了战场 你只要打胜仗就可以了 那没有上战场 你就做好准备备战的工作就可以了 那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 跟世界相关各国 这个讯息我认为是极为强烈的 也就是说大家小心 我有我的想法 我不是随便让你挑衅的 除了给美国以外 也给像国家像菲律宾 也给韩国 也给日本 同样强烈的讯息 马斯克去到了中国大陆访问 是隔了三年 然后跟秦刚会面 那他们讲的话 也很有这个弦外之音啊 他们讲说 这个中美要避免危险驾驶 秦刚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要抓稳方向盘 及时踩刹车 避免危险驾驶 而且呢反过来 要善于踩油门来推进互利合作 就像Tesla一样啊 那他用这样的比喻啊 那当然马斯克是认同的 他说他也是反对中美脱钩锻炼 也愿意继续来拓展 中国大陆的一些业务 那我们看看毛宁啊 他也有讲哦 因为这个马斯克 这一次是搭私人的飞机 抵达北京降落 那他就讲说 我们非常乐见 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 然后还有来深耕中国市场 共享发展的机遇 那甚至呢 北京也准备了 非常隆重的一个晚餐 你看到有两匹码 上面写了Tesla 上面这边还写一码当先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些什么怀旧妈妈菜啊 马家沟芹菜櫻花虾啊 然后野菜十六包啊 看起来有十六道菜色哦 都是非常精心准备的 而且他还讲说 马在中外文化当中哦 都有这个身姿矫健啊 就是一个非凡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哦 所以他还愿助Tesla 以梦为马 这个横行万里啊 所以感觉上面 双方真的互动得非常的好 而且人家讲说 会允许你私人飞机 这样降落北京 那这个意涵非常的深哦 就是因为一般的美国的官员 想要去北京 可能有时候都不得其门而入哦 我还允许你在北京 私人飞机的降落 代表说特别给予了礼遇啊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这个马斯克 还这一次来非常重要的 还要跟宁德时代来见面 说要来商讨一下 除能电芯的相关的事宜哦 他将跟这个宁德时代的董事长 曾育群来见面 双方将要商讨一些 这个合作内容 包含了上海的除能超级工厂的 一些电池的供应啊 未来还要在北美来合作 建这个电池厂 还有动力电池的供应 所以这样的一个见面啊 人家来解读说 啊这其实他非常的看好 中国大陆市场 甚至跟宁德时代 未来的合作要绑得更紧哦 宁德时代当然是 未来这样子的电池哦 算是霸主啊 所以他必须要跟这个宁德时代 赶紧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 那再来我们看看 很不只是马斯克 这很多的美国企业 也在这一波摩根大通 在上海的这个 全球中国峰会里头 你都可以看得到 包含了像是 星巴克的CEO啊 是什么连去 然后还有呢 比亚迪的副总哦 也都会出席哦 所以凸显出来 现在美气哦 在中国大陆这边 积极的在耕耘市场 那你看金融时报讲到说 摩根大通哦 想要来学习适应 中美之间这样的紧张关系哦 那所以这样子的访问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美气们 哎我不想要跟着你 美国政府的一个论调 我是很积极的 想要跟中方的这个 商务上面 或者是这种市场上面哦 积极的这样绑定在一起 那还有一件事情哦 我们来看看 有这相关的画面哦 这个鸭鸭回到了中国之后呢 哎人家做出了 这样一个对框哦 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瘦瘦的 然后脏脏的 可是现在回到了北京 变成了胖鸭鸭 胖鸭鸭出现了哦 而且说啊 好多的竹子围着他哦 看得出来 从眼神都透露出了喜悦 所以过去呢 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这个熊猫象征的友谊啊 可是现在中美关系差的时候 连大熊猫你都欺负了 所以熊猫也就回国了 那熊猫就代表着 你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 到底好不好嘛 你看看现在连金砖哦 都要发行一个熊猫债券哦 就是说这个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啊 要在大陆发行 以人民币计价的 这样的一个债券啊 也反映出来 大家就是想要透过熊猫 跟大陆建立更深的一个 合作关系 那甚至我们看看这个 南美跟金砖哦 现在有非常多的动作 那巴西也扮演一个 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现在巴西的领袖峰会召开 巴西的总统就 卢拉他呼吁 就说要复兴南美国家联盟 那另外他也跟这个巴西 跟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 马杜罗有见面啊 他们讲说 这个马杜罗很希望 委内瑞拉也可以加入到金砖啊 那卢拉就直接回应说 如果你问我的意愿的话 我支持 因为委内瑞拉同样也是 南美的国家嘛 所以你看包含了金砖也好 包含了这个南美的区域峰会也好 世界上好像通通都已经朝向了这个中国大陆在靠近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经济正在起飞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Harsh啊 就是他提报说这个北溪是美国炸的这一个传奇记者 他就讲说这个世界正在前进哦 可是美国好像就像掉了队一样一无所知哦 当世界前进的时候 美国显然已经跟不上了 你看看像沙国已经开始用人民币 然后还有伊朗叙利亚这些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他们开始变得友好了 美国却变成了一个边缘国家了嘛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我想这个马斯克好 事实上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中国大陆 当然是疫情关系了 可是以现在电动车市场的这个这个战况来讲 马斯克如果失去中国作为他主要生产基地 尤其他的电池 跟这个不管是跟比亚迪 或者是跟您的时代这个伙伴关系 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这个厂牌很可能 很快在未来几年之内 就会在市场上败出 所以对马斯克来讲的话 他需要中国 远大于中国需要他 所以马斯克是一个生意人 他为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起家最主要的这个企业 我想他会尽力去尽量去维持 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关系 另外他虽然有传说 他要到不同的地方去生产电动车 可是即使他能够把特斯拉很多厂 放在不同的世界不同角度 可是他在电池上面的依赖 对中国这个电池厂的依赖 他是没办法在短期内 能够摆脱这个对中国的这种高度依赖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马斯克需要中国 中国不一定需要马斯克 那这是很多美国企业 像特斯拉一样 同样的处境 也就是我们今天谈到 美国很多企业基本上 美国不管美国政府 是对中国大陆是持什么立场 美国的企业还是大量的怎么样 投资于中国 他在中国的市场跟美国之间 落益于土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那以电动车来讲的话 特斯拉因为他掌握机先 然后跟中国建立很好的供应关系 所以他在世界市场上 他第一波大赚一笔 他以他的成本跟他的售价来讲 他是一个暴利 那这个电动车回归到正常反映成本价格 然后变成真正一个 不是一个独占或寡占的市场以后 他变成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以后 特斯拉我真的会担心他的前景 为什么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性价比方面真的比特斯拉高很多 那还有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政府在相关推动电动车方面 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政策配合 也是别的国家很少见 比如说现在大陆 你以上海来讲的话 他车牌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蓝色车牌 一种是绿色车牌 绿色车牌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电动车 在大陆你要申请一个牌照 事实上在上海是很困难的 可是你如果买的是电动车的话 你立刻牌照就领到 所以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最具竞争的一企业 华为已经投身到 电动车的生产 他的这个问界M7 我亲自看过 那个以他的性价比来讲的话 真的很多车子 尤其电动车 没有办法跟他竞争的 那不管那个设计理念 配备之心意 然后这个整个设计 不管是硬体到软体部分 那都让你自为惊艳 那以他的价格来讲的话 那特斯拉的话 我想要一个理性的一个 一个消费者来讲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这个 国产的电动车 那那个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新产业 所以特斯拉我觉得 我只能说了 祝马斯克自己好之为之 不要把中国关系搞坏了 搞坏你特斯拉你没有前途了 湘格里拉的会谈 现在大家都在聚焦说 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防长 在这个湘格里拉 有所这个有机会见面呢 所以大家都在聚焦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中美的互动受到矚目 因为李尚福在 5月31号到6月4号 要出席相会 那期间将就 中国的新安全倡议的议题 来做大会的发言 看到了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就讲说今年的相会 跟以前一样 中兴的焦点就是中美关系 那有鉴于两国的防长 自去年在新加坡 举行最后一次的会面以来 现在关系不断的恶化 那他们的互动 也受到密切的关注 那去年其实是魏凤和 今年换成了李尚福之后 现在就卡在 你美国还制裁着李尚福 那你这样子还要会面什么呢 所以中国大陆是拒绝了 这个中美防长的会晤邀请 所以现在双边的关系要回温 是不太容易的 美国的国防部讲说 中国很快的就已经通知了美国 说拒绝了五月初所提了 奥斯汀跟李尚福 在新加坡会面的邀约 那现在目前也显示出来 现在两大国之间 这个试探性回温的这个 局限性啊 就是可行性可能遥遥无期啊 会面是遥遥无期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多次出席 这个相会的专家讲说 中方呢愿意就各国深化 军事合作扩大朋友圈 但是呢对话交流的前提 就是你要有诚意 再来求合作 你不能心怀鬼胎 口是心非啊 说一套做一套 这几句都是在描述 美国啊 你不能一方面要见面 一方面在搞制裁 或者是这样子 哎两面手法嘛 他说交往交 交流交往是平等的 不能盛气凌人高高在上 然后欺软怕硬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呢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前官员 就披露出来说 哎军火商 这个公武内幕啊 因为现在军火商漫天要价 而美国国防部 就是任由他们敲竹杠嘛 在美国其实像是这个军火商 军方或是政客 他们就形成了这样子 共同利益捆绑下的 美国军工复合体 数十年来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啊 煽动对立冲突啊 然后借机发战争横财啊 就是枪生意啊 枪生意想黄金万两哦 比方说像这个2015年的时候 洛克希德马丁 他们以及这个波音哦 为爱国者三导弹 向美国的国防部和盟友哦 多收了数亿美元 那利润高达40%哦 远高于平均的这个盈利水准 15%到20%将近翻了一倍哦 那在1961年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啊 艾森豪美国总统啊 他就曾经警告说 一定要警惕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是一头嗜好 膨制战胜的怪兽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萨克斯哦 这个格大的学者哦 他就讲说 其实美债的危机 就跟这个军工复合体 很有关系啊 你要解决美债问题 根本性的解决 不是像眼前这样 啊这个两党达成 这个初步的协商 这样子解决哦 他说你要根本性的解决 就是要打倒军工复合体 从这边打倒开始 美国你对于发动战争哦 增加国防支出已经成瘾了 2000年的时候 美债才3.5兆美元哦 相当于当年GDP的35% 可是到了2022年哦 这笔债务膨胀到了24兆美元 占美国GDP的95%哦 美债就像滚雪球般在膨胀 而这个美国的两党 都无视解决问题的方案哦 刻意停止刻意发动战争 然后削减军事开支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盟友们哦 现在对于说我一定要站队在你这边 然后一起来这个抗中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喜欢 那有一些消息出来 比方说像是泰晤士报啊 他讲到说一份英国政府内部的文件分析哦 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竞争啊 这个目的哦 已经造成了这个英国的经济 非常严重的损伤 所以像苏纳克他下周就要访问美国 然后要跟拜登来讨论这个美国补贴英国企业的一些影响 比方说像是华为跟着打的话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 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要重新建制一些这个基础建设 那还有这个澳洲同样也是哦 你看到澳洲的报纸讲到说 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于中国的限制不断扩大 也导致澳洲跟中方哦 他们现在一些科技啊 或是医学领域的这些合作 通通都在结束 数以千计的合作都已经喊停了 那新加坡也是在讲 他们不盲目的抄袭 就是照抄他国的这个民主方式哦 那这个中方也给予肯定哦 我们看到黄群才讲说 很多国家的国民哦 都对于这个本国制度相当满意 不希望外部的势力将他们的价值观 跟制度强加给他们 如果去风险化过头哦 会使得全球的经济都碎片化 那毛宁就讲说哦 这很肯定他这个讲法 其实讲出了很多国家的心声 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 这个李尚福的这个相会 对李尚福因为美国已经在月初 已经很早就提出来 他希望这个奥斯汀 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一次 香格里亚会议 那么就明天了 而且是在新加坡 要进行好几天的香格里亚会议 跟中国大陆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 李尚福会面嘛 那最新的消息就是Wall Street Journal 他已经讲说中方已经回聚了 已经回聚了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 很可能最后情况就是说 双方不会有任何场边的接触 那这个是一个见不见面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看怎么给 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跟这个解放军 跟美国的这个军队之间 之间的这个高层互动 到现在没有恢复 那这个对美方来讲 他们一直想要恢复 可是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 就变成跟你谈可以 可是问题每次谈 感觉好像都是说了一套 最后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那就还不如不见面 因为见面的话谈不具体成果 而且你讲的话 后来我事实验证说 根本就都跟事实发展 被道而驰 那有什么好见面的呢 不过这也反映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现在尤其在军事方面 双方有很强的对立 而且之间的很多的矛盾 事实上目前是无解 这个对立的状况很深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前一阵子 中美之间的高层的交往 事实上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回温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王毅跟苏勒文之间的会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天 这个中国大陆的商业部长 王文涛跟雷蒙多也见面了 所以在这个外交战略层次 双方已经有解冻的迹象 那么起码开始对话 还有商业部分也开始对话 军事是高度敏感的 军事现在看起来 那么如果这一次是确实 如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的这个报导的话 那么整个的会计人 双方的防长都没有任何的接触的话 那就显示在这方面问题还是很僵 那整个来讲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 现在的问题应该比中国大陆要大得多 因为第一个美国政治上很分裂 第二个美国事实上的话 现在整个这个经济状况 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向 那么另外一方面 它的军费又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就变成很多美国国内的 很多这些内部的生意也在谈说 这个军工复合体是不是绑架了美国 那么美国现在的情况之下 那么很多国债的造成原因 是因为它过于用兵 用兵穷兵独武 那么过去美国 这个尤其在阿富汗这场10年 这20年的这个战争 基本上是武功而返 可是回过头来花了数兆美元的 这些军事这些预算 这会造成美国今天经济好处处有问题的一个原因 所以美国现在也慢慢在检讨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个检讨声浪往上升的话 那么美国在军事支出上有所节制的话 那么中美的军事关系 看起来也会可以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你这个军事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草弩子 那我们要把军事 带了一个军事 到那种军事